4.癌症治疗 癌症自古有之,但没有现在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空气污染,饮用水污染有关 另外还有些致癌因素如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心情不佳 长期忧郁,造成气血不畅而欲结一处 开始为硬快,可在身体内任意不为发生 最后破溃,形似菜花状,胃菜花窗,这就是癌 因此,我们只要注意日常有规律的生活 以素食为主,不偏食 不发怒,不忧郁,及早预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难治愈 癌病是可以治愈的,并不可怕 但人们肩癌生畏,产生恐惧心理,往往有些病人是怕死的 有些病人则无所谓,心情豁达,听医生的话 练气功,浮中草药,往往好得很快 下面我给大家谈谈如何治疗癌病 脑肿瘤 脑肿瘤是颅内原发性肿块与转移性肿块,瘤 这总称,能引起颅内压增高和脑组织损伤 病人开始表现为头痛,呕吐,是神经乳头水肿,有腹势 对周围的事物反应淡漠,迟钝,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下降 严重的有痴呆,嗜睡,意识障碍 有的病人突然昏倒,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小便失禁 中医药治疗 1. 生黄旗30克,当归9克,赤白草个12克,瓜楼皮,碧莉果,黄布流行,夏枯草,海藻个15克 生牡蛎,生南星,蛇六骨个30克,仙茧,封房,香白纸,补骨枝个12克,水煎浮,每日两次 2. 脚骨蓝生药4克,煎煮后分三次服用 3. 白花蛇蛇草30克,丹皮,山茨菇个7克,天麻,野菊花,白勺,蜜蒙花,木贼草个15克,番蟹叶6克,当归12克,甘草10克 水煎浮,每日2-3次 4. 黄药子500克,60度以上白酒1500毫升,浸泡两个月,过滤即得 每日50-100毫升 5. 黄药子,七叶一只花个60克,山豆根,白酱草 5. 白鲜皮,下枯草个120克,共盐末,以蜜为丸,每丸9克 每日4-6丸,分两次服用 6. 蝉除粉,癞蛤蟆去内脏,背肝为末,300克,挠沙,棚沙个150克 枯帆,全身个50克,黑豆75克,共为末,水饭丸 如绿豆大,每日3次,每次10丸 7. 板蓝根,猫檐草,则漆,各50克,人工牛黄6克,挠沙4克 威灵仙50克,至南星9克,至成尽高,每次服2克,一日4次 8. 山豆根,种结封各30克,龙葵,山瓷固各20克,乌梅10克,共为末,每服10克,以蜂蜜充服,每日3次 9. 黄药子,核桃树枝各30克,全服化,香腹子各12克,兼3次,一日分3次饮服 10. 枪狼,楼姑各5个,地骨牛7个,断菊红30克,共为末,每服9克,半蜂蜜充服,一日2次 11. 压胆子人,生者10个30克,陶人20克,水各12克,共为末,每次10克,半蜜充服,一日3次 12. 全鞋30克,射香0.01克,乌梅50克,乌公30克,冰片0.05克,共为末,每次服0.5克,含化,一日2次 13. 取老生姜一块,挖洞,开始姜壁留厚一些,以后薄一些,将雄黄填满洞内 用姜肚洞口,制就因瓦上被干,不可烤焦,眼长细末 13. 放在安静膏药中摊开,贴头痛处,隔日换一次,贴膏药除药替放 13. 同时配吃乌骨鸡,除鸡胆外全部吃完,内脏洗净,放两枚茄身 13. 不加盐,鸡骨头炒焦盐末拌饭吃,既吃盐与刺激性食物 13. 鼻咽癌 13. 鼻咽癌,早期症状不明显,除少数偶有鼻血或耳鸣外,无其他症状 13. 晚期鼻腻,大出血,有的鼻腮,且日渐加重 中医药治疗 1. 龙葵30克,山豆根,山瓷菇,白花蛇草,土贝母,半枝莲各20克 7叶一枝花,木芙蓉,毕丽果个10克,每日一季,水间,分三次服 2. 紫草根30克,水间三次,每日分三次服 3. 射香,硫黄,喉枣各1克,白蜡0.5克,珍珠2克,凤凰衣,沉杀各3克,共为墨 4. 每日三次,每次0.5克,温开水冲服 4. 鲜野荞麦,鲜汗防挤,鲜土牛吸各30克,水间服,另用灯芯草捣乱口寒,同时用锤喷草捣乱外敷 5. 石赏白,深绿全白,30到60克,先平90到120克,水间服,每日两次分服 6. 乌伯木根90克,桑树根30克,用水5碗,煎制1碗,分三次服 7. 昆布,海枣,山瓷菇,生憋甲各12克,赤少9克,解岁4.5克,白纸,乳香,墨药各3克,车前资9克,水间3次 8. 芬草,中,满服 8. 柴湖6克,憋甲15克,白竹,纸石,当归,桃红,白纸各9克,土憋甲10克,全歇4克,首屋12克,地龙,甘草各6克,水间2次 分三次服 9. 石橄榄60克,麦冬,天冬,石湖,沙身各12克,生地黄18克,五位子8克,水间服,一日两次 1. 气短,加孩生15克,尿短色黄,加白花蛇蛇草15克,低热或潮热,加地骨皮,末道根个15克 10. 石棉,加远至6克,酸枣仁9克 10. 石赏百60克,先拼90到120克,加瘦猪肉30克,清水6到8碗,煎至1碗,分一道两次服,每日一计 15到20天为一个疗程 11. 紫草根50克,水间服 12. 石贝母,叶菊花个9克,白烧15克,党身,稿本,莲桥,木通,黄晴个12克,水间两次,分三次服,每日一计 13. 金樱花50克,莲桥,天花粉个8克,叶菊花9克,当归,大黄个15克,枝母4克,薄荷8克,水间服,每日一计 14. 可分数次服 14. 盔树子30到60克,水间服,每日一计,分两次服用 广东地区习惯每计加瘦猪肉50克 甲状腺癌 甲状腺肿大,是由于缺乏点,加之情质忧郁所致 属于祖国医学隐病范畴 中医药治疗 1. 海螺,海格粉个20克,海藻,海飘烧个15克,昆布,龙胆草,青木香个10克,供颜末,蜂蜜为丸,每丸6克,每次二丸,每日三次 2. 鸡蛋一个,破一小孔,填入蛇皮末两克,用尺封口,主食,每次一个,每日两次 3. 核桃树枝,柳树枝个30克,酒香虫12克,流进屋,老罐草个20克,供置于500毫升的50度白酒中浸泡一周,过滤即得 每服20毫升,每日一次 4. 云南白药,每餐后服一到两克,每日三次,两周为一个疗程 5. 休息一周,若有效果,可服食5个疗程以上 5. 生韭菜夜用开水泡后捣烂取枝,每天三次,每次饮100毫升,可缓解症状 6. 核桃树叶或青核桃适量煮鸡蛋食用,一日两次,每次一到两个 7. 鲜无花果50克,瘦猪肉100克,微30分钟,辅汤食肉 8. 莲子,去腥,6到8克,与精米和煮成粥,加糖集成,每日做餐 9. 卤水1000毫升,加乌梅27个,煮沸,去乌梅服卤水,每次2到4毫升,每天服6次 10. 蜈蚣三条,全鲜6克,白花蛇蛇草,下枯草,白毛根,紫草根各30克,半支连60克,山药15克 鸡内筋,沙身,全腹花,半下各10克,大枣15克,水煎去渣,加蜂蜜120克,煮成膏状,分三次内服 11. 蒜头240克,醋500毫升,煮熟后内服 12. 可能会呕吐,吐出多量年痰,再用酒制半小杯,一次服下即可 12. 海枣50克,水至10克,共为木,每次10克,黄酒冲服,每日两次 13. 白草霜,烈蜜为完,为嵌十大,每次一完,用新鲜井水调服,每日两次 14. 微灵仙,白蜂蜜各50克,水煎服 每天一济,分早晚服,连服七天为一个疗程 15. 白檀香4.5克,茯苓,橘红各6克,共为木,人参汤送下,每日两次 15. 食管癌 食管癌症状,患者开始感觉吞咽食物后有暂时性,胸骨后有食物停留感 因为肿块小,对进食影响不大,所以常被忽视 当肿块逐渐增大,食管腔狭小时,就出现进行性吞咽困难 中医药治疗 1. 碧壶酒,碧壶五条,至于500毫升白酒中浸泡两天后饮用 每次10毫升,日服三次,饭前慢慢咽下,有开通食道的作用 2. 韭菜汁,用鲜韭菜叶洗净浸泡后打烂取汁 每次服100毫升,每日服三次 3. 八豆梨,梨一个,挖去核心,用八豆填满,封好,铜红糖30克,放碗中蒸一小时,去八豆不用,适离喝汤 4. 五支饮,韭菜叶至60毫升,生姜汁15毫升,牛乳,竹梨各30毫升,铜便60毫升,五支混合为一日量,平平温复之 5. 连续饮用10余日 5. 胡桃蛋,嫩胡桃汁250克,鸡蛋6个,至砂锅内水煮半小时,然后把鸡蛋打成裂纹,再放入锅内煮,使蛋变成酱油色维度 每次食蛋一个,每日三次,半个月为一个疗程 6. 热鹅血,用注射器刺入活鹅血管内,每次抽取5-10毫升,趁热炖服,连续服用,不得连续在一只鹅身上采血 7. 香沙藕粉,沙人两克,木香一克,供盐细末和藕粉,白糖冲服 适用于气急组织为主的患者 8. 蜂蜜油,蜂蜜500毫升,香油500毫升,混合搅匀,每次浮10毫升,一日三次 9. 酒蜜竹利水,韭菜汁一汤匙,蜂蜜二汤匙,竹利水二汤匙,乳液茶杯,瘟饮 适用于急热而体虚为主的患者 10. 卢桃饮,先卢根30克,桃红9克,先煮卢根取枝,去渣,再用卢根汁盐桃红做浆,不拘时寒厌汁 适用于热育于血分的患者 11. 开到糖浆,红糖,蜂蜜各500克,加水500毫升,入屏风物,埋入背因地下的一米深处 20天后取出,过滤饮汤 每次浮30毫升 12. 日服三次,治疗食管癌滴水不下者 12. 椰格高,人乳,牛乳,卢根汁,人参汁,龙眼肉汁,甘蔗汁,离汁各等份,加姜汁少许 13. 放入碗中,至锅内顿成膏,再加入蜂蜜少许 每次浮15毫升,每日三次 13. 三支瘾,麦门冬十克,生地黄十五克,藕一小节,先将麦冬 生地黄煎煮浓汁,取渣,再煮藕作汁 两支香盒,不拘时频频饮用 是一余热灼伤筋为主的患者 14. 杀身九克,扶灵,川贝姆克四克,玉金十五克 杀人壳,单身各十二克,荷叶地两个,楚头康四克 水煎浮,日二到三次 15. 铜油汤,帝皇十五克,当归十二克,桃红九克,红花六克为主方 重者可加三期,莫药,单身,赤勺,武灵芝,羌狼之类已趋于通落 海藻,昆布,贝姆,瓜楼依软煎化坛 水煎浮,日二到三次饮浮 16. 党身,黄旗,扶灵各十二克,白竹九克,带者是十八克,玄妇花,陈皮各六克,沙人十四克,半夏驱九克,生姜十二克,大枣四枚 水煎多次分浮 17. 万年青,蝎子,板蓝根,沙人各六克,竹节草,吉祥草,雪里青各九克,油香腹,飞帘,石打川各三十克,君子蓝根二十厘米 土贝姆十二克,水煎浮,每日一剂,分两次浮 18. 毛爪草三十克,水煎浮,每日两次 肺癌 肺癌是一种常见病,与长期吸烟有关,也与遗传因素有关 肺癌症状,以咳嗽,血痰,胸痛,发热,气急为主 中医药治疗 1. 白花蛇蛇草,毛根,铺地井,义仁,夏枯草各三十克,菊河,菊红各九克,寸冬,海藻,昆布,百布,生牡丽,芙蓉花,枣修各十五克 生地,全身各十二克,水煎三次,分枣,中,晚三次浮 2. 吉姓子,威灵仙,玉心,瓜姜,山甲,生牡丽各三十克,纸克,谢白,菊红,海藻,黑芝麻,河桃人各十五克,木香,川椒各九克,鹰香六克,鹏沙三克,水煎三次,分三次浮,每日一济,七日为一个疗程 3. 胸筒,加黄药子三十或六十克,仁烟,加湿地,十双各三十克,或加鸡风腾三十克,清风腾,海风腾各九克 3. 泡山甲,盐墨,九克,大蛤蟆一只,将山甲墨从蛤蟆口中灌入,用黄泥封号,五火烧约一小时,取出带冷,去泥盐墨,大早肉为完 4. 如梧桐子大,每符五到十丸,一日三次,用玉竹十二克,一人十五克,煎汤送下 4. 北京,冬瓜人,生一人各三十克,黄晴,桃红,生南兴,生半夏各十五克,田气墨,人工牛黄,冲,各三克,手工五条,单身十八克 5. 甘草六克,水肩服,每日一副 5. 山木皮六克,波罗心六十克,白宫鸡一只,生姜二十克,米酒一百毫升,将药物与白宫鸡主或征服均可 一日可分数次服完 6. 虎杖根,白花蛇蛇草各六十克,牵牛子三十克,茴香十二克,肩服,每日三次 7. 金樱花藤,经界各二十克,败降草三十克,芦荟十二克,水肩服,每日三次 8. 半枝莲,仙鹤草,虎杖各三十克,冬瓜仁二十克,水肩服,每日三次 9. 核桃树枝,柳树枝,种结枫各三十克,地龙二十克,水肩调半蜂蜜充服,每日数次 10. 刺梨根,牛磅子,鸡雀藤各三十克,香肤子二十克,共为墨,调蜂蜜充服,每日三次,连复七日 11. 白花蛇蛇草,毛根,铺地井,一人,下枯草各三十克,取核,核红各九克,七叶一枝花十五克,生地黄,全身各十二克,水煎三次 分三次服用,每日一季 12. 紫草根,七叶一枝花各六十克,前壶三十克,制成浸膏,干燥盐粉,加入人工牛黄九克和云,每次服两克,一日三次 13. 半枝莲,白鹰各三十克,水煎服,每日一季,煎三次,每日分三次服 14. 南北沙参各十二克,天东,麦东,干蝉皮,壁虎各九克,百步,八月渣,下枯草,亭粒子各十二克 15. 鱼腥草,山海螺,金银花,白鹰,白花蛇蛇草,生母粒,苦参各三十克,水煎两次,分三次服,每日一季 15. 白花蛇蛇草150克,白毛根120克,白糖适量,水煎三次,每日一季,分三次服 15. 肝癌 肝癌好发于30到50岁,其发病与肝因化关系密切 15. 临床表现为肝大,致硬,压痛,包快不平,食欲减少,肝长,蜘蛛质,呕血,垫血,腹水,黄胆,发烧,腹肿,消瘦等症状 15. 早期病人可无自觉症状和体征,一旦发现,已属重晚期了 15. 预防,要定期做防癌检查,尤其对慢性肝炎患者和乙型肝炎抗原体为阳性者,更要警惕 15. 中医药治疗 15. 鲜蜜猴桃根100克,瘦猪肉200克,铜肩,炖熟后吃肉和汤 15. 有清热解毒,力施活血的功效 2. 全歇,蜈,蜈,水质,江蚕,枪狼,手工,武灵芝各十克,共为末,每次服三克,每日两次 3. 射香,牛黄,熊胆各三克,乳香,莫药,三七粉,人参各三十克,共为末,黄米浆为丸,绿豆大,每次一克,每日两次 4. 斑毛两只去投足,放在鸡蛋内,棉纸包,闻火烧熟,去斑毛,吃鸡蛋,每日两个,连复三天,停三天再用 5. 藤梨根,虎杖根,水扬梅根各三十克,水煎幅,一日复数次 6. 紫金钉六克,清代,牛黄各十二克,也菊花六十克,共为末,每次三克,每日三次服用 7. 生鳖甲,单身,干蝉皮,生山渣,半枝莲各三十克,至全鞋五克,三棱,鹅竹各十五克,水制十克,狼独六克,每日一季,水煎三次 分三次服用 8. 半枝莲,半边莲,黄毛耳草,一米各三十克,天壶碎六十克,水煎浮,每日一季,分三次服 9. 货壁壶五到十条,白酒,六十度,五百毫升 10. 共治愈有色瓶中近七天,即可饮用,每次十毫升,每日二到三次 可散结,止痛 10. 泽蟹,龙胆草,走马胎,冬瓜人各三十克,穿链子,菊河各十五克,鹿丰房,当归,马驳,蛇泡鳄,毛眉,各九克,鲁公三条 1. 土圆,三棱各十二克,阴沉六十克,加水十二碗,斤至两碗,每日一季,分四次服 11. 乌蛇,鹿角霜,螃蟹各六十克,均晒干盐没,每次五克,每日三次服用 12. 黄药子三百克,蒙虫,全歇,蜈公各三十克,进入白酒,六十度,一点五升中,瓶装,密封,埋地下七天即可 每孵十到三十毫升,每日三次 13. 芙苓,白勺,当归,生地黄,党身,三棱,玉京,木香各九克,单皮,悬身,酸枣人各六克,水煎符,一日三次 14. 白身三克,令肩,黄旗,单身,玉京,灵霄花,陶人,八月渣,乡父子各九克,至憋甲十二克,每日一季,水煎两次,分三次服 令服全虫散,全歇,蜈,蜈公,水质,江蚕,枪狼,天龙,武灵之各等份,帷幕,每日三次,每次三克 4. 胃癌 胃癌是常见病,早期无明显症状 出现症状时,遗书晚期 患者常有腹部保障不适,疼痛,伴有食欲不振,眼肉食,吞咽困难,恶心,呕吐,黑便等 全身症状可见消受乏力,贫血,低热等 病失有20到30年的过程,其开始可能为胃炎,进而发展为萎缩性胃炎,其中少数发展为早期胃癌 中医药治疗 1. 刀豆子煮熟食用 2. 泄米猴桃果250克,分三到四次吃完,连服50天 继续服用米猴桃糖浆,每次30毫升,每天三次,连用60天,可改善胃癌症状 3. 零食到15个,切碎,带克放在瓦罐内,加水纹火煮成糊状,频频饮服 4. 向日魁桿,消去外皮,取内心,每天10到20克,水煎带茶饮 5. 拔掐,取块状根筋洗净,切片晾干,将干瓶500克进入3000毫升水中一小时 稳火煎三小时后去渣,加肥肉50到100克 再煎一小时,得农煎夜约500毫升,于一天内多次饮服 6. 莲子,聚心,6到8克,精米,水适量,共煮成莲子粥,加糖食用,为胃癌辅助治疗 7. 生酒夜用开水泡过,打烂取之,每日三次,每次100毫升,致早期胃癌 8. 韭菜250克,几支约100毫升,新鲜鹅血200毫升,边搅匀边喝,每日或隔日一次,可失肿快缩小 9. 黄药滋酒,黄药滋即62度白酒组成,治疗胃癌,直肠癌等的近期疗效明显 对乳腺癌,子宫颈癌,鼻咽癌,上河痘癌,肉瘤,膀胱癌及肺癌也有一定疗效 10. 大枣十枚,手屋15克,向日葵赶白心,包去外皮,5到6克,水煎,喝汤十枣 每天一剂,20到30天为一个疗程 11. 悬腹花,薄,拌下,至甘草各10克,带着食,鲜煎,鹿挡参,半枝莲,藤梨根,黄芝各30克,白竹20克 姜汁,甘蔗汁,韭菜汁,牛乳各一匙,断瓦棱先煎15克,连服二十剂 12. 喉头汛30克,香腹子9克,食盐少许,香腹子煎汤,取榨后入喉头汛煮熟,食盐调味食用,每天一剂,长服 13. 甘草20克,杭勺30克,水煎,每日三次服 14. 陈皮9克,墨鱼骨12克,瘦肉50克,大米适量 先将墨鱼骨,陈皮与大米煮粥,熟后取陈皮,墨鱼骨加瘦肉片在煮,食盐少许,调味食用 15. 乌梅15到20克,精米100克,冰糖适量 16. 先将雾煤煎煎取农汁去扎,入精米煮粥,粥熟后加少许冰糖即可食 16. 水煎花根,红老献菜梗,陆丰房各30克,造繁3克,先将造繁断烧,然后铜煎,一日三次饮服 17. 紫藤20克,灵脚肉,一以仁各12克,喝子10克,将药物煎服,一日三次 18. 山豆根30克,番杏12克,玉米20克,菩提子30克,肩服,一日三次 19. 生灵脚,去壳,30克,加水适量,以文火煮至色黑汤年食,每日饭前吃2-3个,可长期坚持食用 20. 甘蔗汁一杯,加白萝卜汁一小吃,贫服 21. 鲜炉根15克,竹骨9克,肩服 22. 土豆榨汁,每沉浮150毫升 土豆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以及氨基酸,铁等矿物质,是一种碱性食物 因含有骨氨酸酶而能增强心脏病的功能,还用于治心脏病,并可温暖身体 此外又具有能行脑,将血压及排出体内过剩盐分的功能 常食土豆能增强体质的自然治愈力,可用作辅助疗法 预防 1. 生活要有规律,定时,定量用餐,不可饥一顿,饱一顿和暴饮暴食 2. 不吃心,辣等刺激性食物,切记食酱汤和偏食 3. 长饮服牛奶,有助加强味的抗癌能力 1. 胰腺癌 1. 胰腺癌最初症状为非特异性的,如身体不适,食欲不降 1. 体重减轻,大便习惯改变以及上腹部不适等,有时先出现皮肤臊痒 1. 继而发生阻塞性黄胆 1. 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发生糖尿病,这对早期诊断可提供线索 1. 对胰岛素的需要突然增加,可怀疑合并有一线癌 1. 最后,出现游走性血栓性静脉炎,可能是一个特征性表现 中医药治疗 1. 清代,人工牛黄个15克,紫金钉10克,也菊花60克,即内金 紫盒车,三七粉个30克,共为末,每次两克,每日三次 2. 普尔草60到180克,干瓶简半,水间,分早晚服务二药轮流服用 2到三周为一个疗程,若有险效可长期服用 3. 用葱白,造脚各三个,加射箱0.21克,得不时草6到9克 先品,共捣烂脚脂,用棉花球占药塞耳 如鼻,耳出血,将药质滴入 结肠癌 结肠癌多建于30到50岁,男性比女性多 近年来结肠癌在我国发病率日渐增多,死亡率也较高 凡30岁以上患者持续性腹部不适,隐痛,胀气,经一般治疗症状不能缓解 无明显有因的大便习惯改变,如肤血或便秘等 分辨带浓血,粘液或血便,而不是利急,又无溃疡性结肠炎等病食者 结肠部位出现肿块,原因不明的贫血和体重减轻者 就要考虑到结肠癌已形成 中医药治疗 1. 半支莲,白花蛇蛇草,藤栗根根30克 种结封10克,悬腹花20克,肩幅,每日三次 2. 九香虫10克,芦荟12克,牌蜂藤3克,败酱草,核桃树枝个30克,将药物煎后,调蜂蜜充服,每日三次 3. 孩儿身将拌下,石壶,单身,玉金,施啸散,赤勺克9克,纸穿山甲,下枯草,木馒头,三颗植物碧粒的果实,各12克,陈皮4克 4. 广木箱6克,生牡蜜30克,水煎两次,分早晚服,每日一季 4. 霓猴桃根120克,水羊梅根90克,蛇葡萄根,白毛根,凤围草,半边连个20克,水煎服,每日一季 即酸菜,生冷,鱼腥等 5. 龙葵,白鹰个30克,蛇梅,石剑川,半支连个20克,水煎服,每日一季 6. 向日葵感心45到60克,水煎服 7. 瘦猪肉,猕猴桃根各100克,加水1000毫升,煮两小时制肉术后,石肉喝汤 8. 海藻50克,水制25克,共为末,分10份,每天服务1到2份 9. 水制3克,备干盐粉,开水吞服,每日一次 10. 鸭胆子15到20粒,装入胶囊,温开水吞服 11. 党参,太子参,南北沙参,丹参,红藤,外酱草,鼠羊全各15克,花粉,海藻,海带各12克 10. 丹皮,白竹,白勺,生鼠一人,茯苓,猪苓,青皮,陈皮,炒山楂,炒六区,炒谷牙,炒麦牙,至干草各9克 10. 水煎服,每日一季,每日两次服 12. 红藤,拜酱草,拔掐,单身,生一人各30克,川普,广木香各10克,猪苓12克,至干草5克,水煎两次,分两次服,每日一季 13. 直肠癌 直肠癌,中医认为属于脏毒,急剧,长风,长禽等范畴,在辨证上分湿热孕节,下破大肠 脾气湿孕,毒节大肠,脾肾阳虚,寒破大肠 肝肾阴亏,阴虚燥热,气血双虚,中气下腺朱形 症状,大便改变,突然变密或腹血,感觉直肠胀,下腹部有疼痛或压力感 困便带浓血,开始容易怀疑是痴疮,就诊时发现脂肠内有肿块,原因不明的贫血或疲乏 中医药治疗 1. 耳茶,乳香,墨药各5克,蛇床子,青粉各3克,拎包白帆300克,蝉酥0.6克,彭沙,三鲜丹,雄黄,冰片各6克,血节4克 共为末,先将白帆用开水融化,最后加蛇床子,蝉酥,血节制成一分钱大小的片脊 每次一片塞入支肠癌组织处,隔二到三天换一次 2. 白花蛇蛇草,白鹰,龙葵,蒲公鹰,淮角,白酱草,半枝莲,忍冬藤各30克,低于15克 便携加淮花碳,侧摆碳各20克 比极厚重,下副通家木香,黄莲,赤勺各15克,大便不通家大黄,造脚子,瓜楼仁 副通家乌药,厚蒲,水尖符 3. 挡身9克,八月闸,泡穿山甲各15克,红藤,败酱草,单身,白鹰,木馒头,生牡蛎,无脸梅,瓜楼仁,大,各30克 生殖时,地狱探各12克,水尖符 4. 取拔掐的根状精洗净切片,晾干,将干品450克进入3000毫升水中1小时,连同静夜纹火煎3小时,取渣 加猪肉50到100克,再煎1小时,得弄煎夜2小碗,约500毫升,于一天内多次饮服 5. 紫草根60克,金银花,土芙苓,陈皮各30克,煎两次,一日三次分腐 6. 黄莲根40克,黄白,黄芹根,葱白个12克,紫草皮60克,共捣乱,水尖两次,一日三次服 7. 槐花20克,蛇褪12克,种结封,败酱草,白花蛇蛇草各30克,共为末,每次10克,一日三次,蜂蜜水冲服 8. 金银花藤,蒲公英,银养货,鲜毛,白头翁各30克,水尖符,每日三次 9. 猪灵,种结封,败酱草各30克,鹿蜂房,山楂各20克,水尖符,每日三次 10. 老罐草,鱼芯草各30克,萝卜叶,车前草各20克,经国蓝12克,水尖符,每日三次 11. 苦参9克,断牡丽,生熟一人各24克,子参,生地,地鱼各12克,蒲福灵14克,水尖,每日两次服用 12. 木馒套30克,子参,山瓷姑各12克,广木香6克,天龙两条,黄柏,陈香驱,这贝母,至大黄各9克,生熟一人,夏枯草各24克 13. 藤梨根,普芙苓,白毛根各30克,七叶一枝花12克,生熟一人各24克,槐花9克,水尖两次,分枣,中,晚三次服 14. 当归9克,槐花6克,碧鱼,生黄起,芙苓,滋草根各12克,天龙两条,水尖符,加三期分两克,分两次吞服 15. 皮肤癌 由于空气中的臭氧层被破坏,其保护作用日益下降,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癌发病率逐年增加 中医药治疗 1. 黄芪,白酱草,白极各15克,薏仁,赤小豆,冬瓜仁,鱼腥草各30克,芡草,鳄椒猪,当归,党参各9克,甘草6克,水尖符 2. 农集里先全草9-15克捣烂或甘品研磨,外用 3. 磷状上皮癌,基底细胞癌,马钳子,蜈蚣,紫草,白蟹等,致成膏,毒在癌肿上,每日3-4次 乳腺癌,早中期 乳腺癌是危害妇女生命的恶性肿瘤 据最新统计,乳腺癌已超过宫颈癌而跃居第一 乳腺癌多建于40-79岁 乳腺癌最常建于乳房外上象限,其次是乳头 最早单发的小块乳痛,肿块质地硬,表面不光滑,与周围组织界限不很清楚,乳房内不易被推动 因乳自觉症状,肿块常在病人无意中,如沐浴,更衣,发现 中医要治疗 1. 海马医治,蜈蚣三条,穿山甲100克,背肝为墨,黄酒充服,每次一克,每天三次 2. 生些壳数十个,瓦上被干,研磨,水或酒送下,每次十克,每天三次,即是有刺激性的食物 3. 鲜鸡蛋一个,破小口,置入斑毛三只,放于饭锅上蒸熟,取斑毛,吃蛋,蛀,斑,斑毛去毒,用食应注意 4. 核桃一个,全些十克,蜈蚣一条,核桃一开两半,一半去人,将两药放在其中捆住,放火上烧,冒过青烟维度,盐磨,开水冲服 5. 口服疯乳,作为辅助治疗 6. 蟹爪间50克,断存性,冬虫下草150克炒黄,共为墨,每次服15克,酒送下 7. 葫芦拔子200克,盐水炒干盐末,黄酒充服,每次服15克,每天一次 8. 玉树丹12克,亡不流行,毛盐草,金银花各30克,冰片0.6克,共盐细合云 每服1-3克,每日4次 9. 仙天冬30克,包皮,加适量黄酒,隔水煎煮约半小时,要与酒共服,每日3次 10. 仙天冬150克,压榨取枝,适量黄酒充服,每日1次 11. 叶菊花,鱼心草,或探母个30克,虎杖20克,乡父子,来福子个12克,兼服,每日3次 12. 生金草,鸡血腾个30克,半支莲,老罐草,白花蛇蛇草个20克,捕烂,调扮白酒或凡事林外付贴换处 13. 仙人掌,血剑绸根各60克,大蒜20克,山翅菇30克,捕烂,外服贴换处 14. 扁猪根,青头蒿各30克,阴尘蒿二十克,杏仁十二克,水煎服,每日3次 15. 菊叶,玉精,鹿鹿通各20克,丝瓜落,下枯草各30克,煎3次,调扮蜂蜜充服,每日分3次服 16. 蒲公英,紫花地丁,铁树叶各30克,金荫花藤20克,白菊花12克,水煎三次 每日三次服用,早、中、晚 17. 姜猪如,生桑叶各120克,冰糖30克,加水4000毫升,煎至400毫升,每日一季,分两次服 18. 半支莲,白花蛇蛇草各30克,水煎农服,分二到三次服,每日一季 乳腺癌,晚期 乳腺癌常见于女性 临床表现为乳房肿块 晚期表现为灼痛,皮肤颜色变为轻子与发暗 边缘不清,周围固定,推之不移,渐渐溃烂等症 应立即手术切除,一般手术后或手术无效时可做保守治疗 中医药治疗,保守治疗 1. 青核套枝,伸三期,干碎,伸干草各食量,制成化鱼膏,外贴,有软间化鱼,屈服生机的作用 2. 斑毛一只,取头足,赤,绒毛,鸡蛋一个,开一小孔,填进斑毛,鱼锅内蒸半小时左右,取出斑毛,分作三次吞服 5. 鸡蛋同时分成小块铜服 对晚期吞咽困难者,可将斑毛与糯米同炒,以糯米炒黄为准 将斑毛淹没,用蜜水调服,每日一次,每次一只 3. 生韭菜,用开水浸泡,打烂去汁100毫升,每日三次饮服 4. 先天冬30克,包皮后生吃,适量黄酒送服,每日三次 或包皮,加适量黄酒,隔水蒸煮约半小时 10. 咬鱼酒共服,每日三次 5. 鲜小剂草,连根,200克,洗净捣烂脚脂,早晚各服一次 6. 南瓜地势量,稍存性淹没,每服两个,早晚各服一次 7. 鸭胆子15-20粒,装入胶囊内服,一次量,每日一次 4. 卵巢癌 卵巢癌在妇科癌肿中占第三位,开始赶下腹部不适为早期症状 有时赶下腹或盆腔下坠感,可半有消化不良,恶心等,还有的出现腹水 长到晚期才能确诊 很多卵巢肿瘤的癌变,发展到严重时才被察觉 患者的年龄通常在60几岁 一旦发现有卵巢肿物,应立即手术,不可延误 中医药治疗,仅有作用,不能根治 1. 亭粒子,葫芦瓢适量,水间带茶饮,每日一剂 2. 交流区35克,黄芪30克,白竹,山甲猪,当归,香腹,冲,各15克 茯苓,党身各20克,海藻,纸咳各8克,后浦10克 深爱叶18克,昆布,鹅竹,白戒子各12克,水间,每日一剂,分三次服用 3. 穿山甲用沙炒制松脆后去沙,盐沫,以黄蜡食量调为完 每日早,晚各服一次,每次三克,温开水送下 宫颈癌 子宫颈癌是妇女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多产生在盆腔断和阴道断 中老年妇女占30%到50% 早期多污症状,少数仅在性交后有点状出血 检查室外观可完全正常或有轻微迷乱 进一步发展才会出现阴道不规则出血 白带增多,疼痛 可发生下肢浮肿,垫血,排便困难等症状 如果女性十几岁就开始了性交 且与多人性交 或者生殖器有别的性传染病 或在20岁之前怀孕 感染生殖器乳头流病毒 生殖器有 就有患宫颈癌的可能 中医要治疗 1. 怀耳晒成肝,切薄片 每次取9-15克,加800毫升水 煎乘50-60毫升 早、中、晚饭前温服 2. 三棱、芡草、白竹、白头翁、山慈菇 半枝莲、桂枝、芙苓各20克 单皮、黄柏、赤勺、黄芯、红花、桃仁各15克 水煎腹 早晚各一次 每日一季,十天为一个疗程 坚持服用,即可见效 3. 蜈蚣三条 全线6克 昆布、海藻、当归、旭短、半智莲 白花蛇蛇草各24克 白勺、香腹 扶灵各15克 柴虎9克 每日一季 水煎 早晚两次分浮 同时可浮云南白药2克 提示代下肾者 加山药 避泻各24克 体虚气弱者 加黄芯15克 生麻 白竹各10克 便秘甚者 加火麻人24克 4. 山豆根 灌重 黄百个3克 白花蛇蛇草60克 制成浸膏 干燥盐粉 每次服3克 一日三次 或每日一季 两次肩服 早晚服用 5. 黄芪45克 香腹12克 当归 三棱 鹅竹 织母 鸡内精 核桃人 党参 泡山甲个15克 早修 山豆根个60克 水至30克 共为末 每日服2到4次 每次3到6克 6. 黄药子300克 白酒1500毫升 浸泡入罐 石高封口 近24小时后将罐放入锅中 稳火兼沸一小时 取下放置 以周后 便可服用 每日3到4次 每次5毫升 同时可疑病人的情况 便正给予活血 化瘀 通落至汤脊 7. 北沙参 石湖 太子参 女真子 茯苓 白韶 金银花个20克 汉莲草 明党参 外降草个30克 川博探15克 黑山枝10克 甘草3克 水间 每日3次 早 中 晚 饮服 并配合熏洗方 红花 白帆个6克 瓦松30克 水间熏洗外阴部 每日1到2次 每次30到60分钟 每副药科反复用3到4天 同时服八辣碗 八豆去皮 黄辣为1 5到6例 每日1次 10次为1个疗程 便唐者勿用 8. 土夫林24克 单皮 赤勺个12克 单身15克 银花 一人 半支莲 白花蛇蛇草个30克 早修1克 水间 早晚两次分腐 每日1季 9. 一亩草 紫苏根个60克 月季花30克 线草14克 红花12克 水间浮 每日3次 10. 半支莲 核桃树枝个30克 桑季生 山豆根个20克 早修6克 水间浮 每日3次 每次6到9克 11. 金英子40克 一摩草 鸡血腾个30克 次里根20克 共为墨 调半密充符 每日3次 每次6到9克 12. 九香虫 桑季生 土圆个12克 穿山甲6克 紫荷车30克 浸泡白酒 7天即可 是酒量适度饮服 每日1次 13. 山豆根 灌重 黄百个30克 白花蛇蛇草60克 共为墨 每服3克 每日3次 14. 先半下 先胆男星个20克 捣乱后对病造做局部外敷 3到7天内出现白膜 即直白膜脱落 如此反复交替出现 并造逐步缩小以致消失 显示宫颈原型 局部呈炎症性改变 最后鳞状上皮完全修复 宫颈光滑 15. 宫颈挨汤 昆布 海藻 香腹 白竹 茯苓 柴虎各4克 白勺 当归各9克 全歇3克 蜈蚣两条 水尖辅 每周二到三级 并可随证加减 16. 青粉3克 冰片0.3克 射香0.015克 蜈蚣两条 黄百15克 火加雄黄15克 共为墨 分多次局部外敷 用棉球蘸药粉送入穷龙布 紧贴宫颈 每日上药一次 精气暂停 17. 亭粒子适量 煎水 带茶饮 18. 生灵脚 去壳 30克 加水适量 文火煮至黑汤粘食 每日饭前吃2到3个 可长期坚持食用 19. 农极力 先全草30到45克 捣烂或干品 10到15克 研磨 外用 20. 晚期宫颈癌 穿背9到15克 与熊家兔同顿服 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主要是绝经后妇女患的一种癌症 症状主要为曾有痛经 月经过多和不孕 早期痛经 中期有痛经期和月经过多症 该症潜伏期长 只有在妇科普查中才发现 近年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但比宫颈癌 中医药治疗 艳芳 有作用 1. 海龙一克 白花蛇两条 水质 萌虫 人指甲 黄白 莫药各6克 全歇 蜂房 黄莲各9克 龙丹草15克 雄黄30克 共为莫 每次扶3克 每日两次 连扶3到5G为一个疗程 2. 毛白藤 普扶灵 苦参 甘旗带 半支莲 木回头各12克 水煎两次 每日一季 分枣 中 晚三次服用 3. 半支莲 普扶灵 白鹰 一人各30克 蒲公英15克 当归 阿娇 甘草各9克 白竹12克 煎两次 分枣 中 晚三次饮服 同时配合外用药涂茶 4. 当归 柴虎 肌内精各15克 荡参30克 白竹 福灵 青皮 乌药 甘草各9克 煎两次 分枣 晚两次饮服 每日一季 白血病 血癌 慢性白血病 及血癌 其发病特点是起病缓慢 早期常无任何症状 有时在体检时发现肝脏 脾脏及淋巴结肿大 血液化验白细胞显著增多 每平方毫米高达1万到5万 有时甚至高达几十万 上百万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病人肠感乏力 低热 出虚汗或夜间倒汗 体重逐渐减轻 代谢抗筋 贫血等症状 晚期出现皮肤 黏膜苍白 出血点及预斑 青子斑 全身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部分病人经治疗 可得到控制 但得病后1到4年间 70%的病人转化为急性白血病 西医以玛丽兰为首选药 长期使用可产生色素沉着 阳尾 不愈 肺纤维化等副作用 如得不到积极治疗 存活期一般为3到4年 中药治疗白血病取得较好效果 有的能缓解存活到13年之久 目前常用白虎汤 西角地黄汤等 收到一定的疗效 中医药治疗 1. 鸡血藤 白勺 浴巾 桃红 党参 紫河车等6种具有养血 化育 散结 凉血作用的中草药等量 制成丸药 每丸重9克 每天服用2到3次 每次一丸 2. 白花单根 葵树根 白花蛇蛇草 马鞭草 下枯草 各30克 尖竹 浓缩沉浸高 制成小丸 每日服3次 每次溜完 3. 洗漱皮疾根 研磨 水饭完 开始每日服3次 每次3克 以后是血向改变减量 4. 放射线引起的白血病 鸡血藤30克 长期肩负 5. 急性颗粒性细胞白血病 蝉酥0.03克 七叶一只花3克 水肩负 6. 慢性颗粒白血病 吸碗液根9到18克 每日3次 水肩负 7. 慢性随性白血病 全当归 黄旗各21克 硅板胶 鹿角胶 鹿角胶各15克 三棱 鹅竹各9克 鼠羊群6克 蜂蜜30克 紫荷车粉3克 水间冲浮和车粉 膀胱肿瘤 癌 膀胱癌发病的高峰年龄在70岁左右 主要症状为无痛间歇性血尿 常伴有血块或尿后带血半尿痛 小腹坠胀 时有发热等症 有20%的病人伴有尿路感染 故常被误诊为尿道感染和前列显肥大 而延误治疗 中医药治疗 1. 属羊群 龙葵 蛇梅 土芙苓 土贝母 海金沙 个30克 竹叶 灯芯草 个10克 水间浮 每日两次 2. 白花蛇蛇草 土芙苓 个30克 半枝莲15克 枝母 黄柏个12克 大小季 铺黄炭 山鱼肉 个9克 琥珀粉2克 水间 每日一季 分三次服 3. 三棱 枝母 个12克 黄柏9克 土芙苓 牡蠣 至鳖甲 个30克 夏枯草 海枣 桑季生 生熟一人 个24克 水间 每日一季 分三次服 4. 黄芪 太子参 土芙苓 山药 小季个30克 生地 苟杰探个40克 生麻 当归 士勺个15克 舍干 紫草 芡草探个20克 水间 每日两次服用 5. 沙参 麦冬 熟地 则蟹 亭栗子 来福子 个20克 五位子 枸杞子 车前子 单皮 炒酥子 杏仁 个15克 山药 茯林 个25克 生黄旗 白花蛇 蛇草 个30克 水间 浮 每日两次 骨肿瘤 反骨 反骨内的各种组织 包括覆盖骨骼外的骨膜 都能发生骨肿瘤 骨肿瘤 早期无明显症状 因此 早期诊断骨肿瘤 有一定困难 但是如果通过详细问诊和体格检查 再配合X射线 实验 病理组织等检查 可或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症状 疼痛 开始轻 并有间歇 以后进行性增剧 夜间游肾 患者难以忍受 但多发性骨死瘤 在床上休息时或夜间 疼痛反而减轻 疼痛通常接近肿瘤的部位 有时可言周围神经走向 乘放射状疼痛 如恰骨或底骨上的 原发性骨肿瘤 可引起同侧的坐骨神经痛 大多数良性骨肿瘤 没有疼痛 但骨样骨死瘤 却呈持续性隐痛 夜间更深 肿胀和肿块出现了一段时间 疼痛才出现 中医药治疗 1. 盐水拌炒黄旗 当归 生地 土鳖虫 血节各十克 莲桥 母瓜 鲜牛子各六克 柴湖 枪活 肉鬼 生麻 甘草 肉鬼各三克 白酒为饮 每日一季 外用荞麦面 葱白各半 捣烂敷幻处 2. 鹿角椒 九炒熟地各120克 山猪鱼 山药 丹皮 茯苓各60克 泽蟹 麦冬 人参 当归 龙骨 地骨皮 枝母 海藻 蒲鳖虫 血节各30克 沙人 木香各10克 株林40克 黄柏15克 盐水炒 供盐墨 猎蜜为丸 种12克 早晚各服一碗 防治癌症五行蔬菜汤 原料 白萝卜300到400克 萝卜叶 牛蒡各130到200克 甘品各30克 胡萝卜130到200克 香菇三朵 甘 原料误差20%左右无妨 该汤由日本医学博士历史盒 从1500多种植物中选出了胡萝卜 牛蒡 萝卜叶 白萝卜 香菇维红 黄 绿 白 黑五色蔬菜 对应火 土 木 金 水五行 做成五行蔬菜汤 对应滋润心 皮 肝 肺 肾 提供均衡的营养 利用人体的康复系统 通过提高免疫力来治疗各种癌症和慢性病 成为风行日本 我国台湾的养生法 近年来经众多健康爱好者引用 证实长饮五行蔬菜汤能得到以下效果 1. 治疗和预防各种癌症 2. 补钙 增高 恢复磨损的关节骨骼 治疗风湿病 关节炎 骨质增生 腰腿痛和各种结石病 3. 保护视力 治疗白内障 青光炎 老花炎 肝炎症 非纹症 4. 延缓衰老 恢复青春活力 保护上皮组织 治疗各种溃疡 特异性皮肤病 5. 治疗糖尿病 前列腺炎 肠胃症 便秘 尿贫 小儿液体 尿床 6. 治疗白血病 高血压 高血脂 贫血 动脉硬化及血栓 7. 能治愈肝脏病 心脏病 尤其是脑肿瘤 脑癌和其他的头痛 视力障碍 失语等神经障碍 方法 用不锈钢锅或只用铝锅烧1500毫升水 放入一小包蔬菜汤料 带水煮沸后 小火煮15分钟即可 注意 1. 五行汤烧开始 不能揭开盖子 因为盖子一揭开 药味就丧失了 影响疗效 只能改小火炖 或灭火 等一下再用纹火炖 2. 只能用玻璃容器 不可用铁杯 淘气杯与铁勺 3. 每天饮用600毫升蔬菜汤 分一到三次服用 与其他食品间隔15分钟 不可同时服用 如果能进食牛奶 酸奶 肉类更好 4. 牛邦自古有之 产于黄河两岸 为致癌真品 牛邦子为解热 解毒药 有利尿排毒作用 根液强壮利尿 促进新陈代谢 血液循环 通经 力大便 适用于脑出血 脚气 各种癌症等 外用有消炎 镇痛作用